这一端 我们有个参考资料 在第三页 空无相无愿 这三藏法术里面 三邪脱门 这条 处之 法界次第 这里面的解释 邪脱 就是自在的意思 这个地方不念解 念邪 念去神 当动词用 就是把它解开 当动词 把它解开 不是名词 当动词 把什么东西解开呢 把迷惑解开 烦恼吸气 拓 拓是拓离 拓离六道 拓离十八戒 如果没有解开 你就拓离不了 六道十八戒 六道从哪里来的 静思 烦恼 我们迷得很深 把一切现象 看错了 一切现象是假的 我们以为是真的 一切现象是生灭法 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是过分的粗心大意 那生灭法 它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我们 坚固地 执着 它存在 这就错了 坚固它存在 这就起了烦恼 想怎么 想占有 对于境界上 其了 贪嗔 吃慢意 这叫私货 就想错了 先是看错了 然后想错了 早晨 六道轮回 六道是怎么来的 所以 见思烦恼放下了 我不再执着了 六道就没有了 六道是什么 大臣教理说 梦幻泡眼 像做梦一样 梦里头有 行过来之后 痕迹都找不到 六道也如是 在六道里头 好像有 把见思烦恼放下 六道就不见了 这个梦就行过来 行过来看到什么境界 看到了 罗汉 我们称他为四神法界 这四种都是圣人 我们见到圣人了 见到圣人 自己就成圣了 自己没有成圣 见不到圣人 没有成菩萨 见不到菩萨 没有成罗汉 见不到罗汉 那么 那么圣法界 还是一场梦 圣法界里面有佛 天台大师 叫他做相似之佛 横向 佛 不是真佛 那真佛 假佛 如何区别 在用心 用真心的 是佛 用妄心的 妄心是阿雷 那就不是佛 圣法界的佛 他用阿雷 用的真相 什么叫真相 佛在经上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所以他是佛 他跟佛门缘一样 那不一样的是 佛用真心 阿雷也是妄心 这尊佛用阿雷也 学佛陀 他真学得像 就是没有把那个妄心 转成真心 那法相众说是 转八十成四肢 他没有转 他还是用八十 但是八十里头 其心动念 一切作为 跟佛 俗作所为 完全相同 这很像佛 那叫相似即佛 他不是真的 如果他在这个位置上 把八十转成四肢 他就是真佛了 用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只要你会 你就转过来 你不会 佛菩萨叫你 你也转不过来 啊 会 会什么 放下了 放下就是 放下烦恼 放下妄想 放下支柱 放下分别 放下起心动念 那他把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 真放下了 恭喜他 这个时候 十法界不见了 原来十法界也是假的 十法界也是一场梦境 十法界从哪来 从无名来的 无名烦恼 现的境界 就是法界 见死烦恼 所现的是六大轮回 六大轮回里 都服输了 成会 所现的是地狱 有怨恨 有不平 这是地狱 地狱不是别人造给你的 是你自己造的 全是自作自受 所以他有怨有苦 六大轮回里 有怨恨 说法界有怨恨